成军数十年的雾峰区万峰国小棒球队 在教练以及球员的努力之下 今年是获得了109学年度 全国棒球联赛转世组台中代表队的门票 而教练也表示 在经费以及资源相较不足的情况之下 球员们是相当努力 几乎所有课与时间都在练习 但也不忘做好学生的本分 能够取得代表权 也让这群小球员们都相当的兴奋 精神抖擾的跑操场热身 即便头顶太阳相当之热 小球员们依然不寒苦 这群万峰国小的棒球队学生 每天努力的回寒练习 就连玩乐的时间也不得松懈 而这样的努力终于有了成果 最近获得109学年度 全国棒球联赛软世组台中代表队的门票 也鼓舞了大家的士气 在午休的时候是用全部人 然后打一些基础动作 技术动作的练习来让他们强化 然后在下午放学 因为不要影响上课的时间 然后在放学的时候 让他们全部团体一起练习 比如打集练习 然后跑壘跟手背 然后默契的培养 他们这支棒球队以 纪律、品德、功课为他们主要的发展主軸 所以在这边要感谢我们的两位新任的教练 在他们的勤管严教之下 那么孩子的整个球队的战力大幅的提升 投球、手背、捕手这些练习往往比别人来得多 每一位小球员几乎都要身兼多角 球员混合三到六年级的学生 但一届仅有三到四位 在打集以及手背上实力较弱 再加上身材以及年级 比其他队来说处于弱势 但他们不认输 哪边不足就加强 让他们脱颖而出 我们没有像别的球队一届都有很多人 我们一届通常都三四个 所以我们要混合三四五六年级 跟人家比赛 所以在身材跟年级的部分 我们通常都是会比人家小 以前都没有打进去 这次终于打进去很开始 那在练习过程你会觉得比较辛苦 或者困难 就是架子都没有放假 所以你会觉得练棒球很幸福 会喔 会喔 很累啊 会有成就感吗 有 为什么 因为表现好的时候就很开心 因为第一年级的时候 看学长在球场上练球感觉很帅 然后就加入棒球队 然后加进来就越打越有成就感 所以就很喜欢 欣赏 激励士气的欢呼声鼓励彼此 教练表示从一开始的一盘散沙 到现在几率 团队合作精神都相当不错 棒球队不收费用 在经费及资源相较不足的情况之下 大家相当努力 不管打球还是功课都要到位 健身专台中厂报道